好,各位旗友大家好 那这番棋是3月27号进行的一场往期赛 由黑方变向一对战白方王兴号 我们一起来欣赏下 开局双方选择对角 然后黑棋大飞手脚 白棋挂脚 黑棋反挂 白棋飞压定型 之后小飞 黑棋拆边 接下来白棋下的也是非常主动 直接打入进来 黑棋靠压 白棋再往上一挖 之后黑棋无非就是断打 或者说在外面打吃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断打的变化 白棋尝一个 黑棋再打 白棋反打完之后 直接往这打吃 这里就形成一个结针 这个结针还是非常重 不过黑棋也可以这样下 因为黑棋上方还有戒材 靠完之后 然后再踢击 实战黑棋上面打吃 白棋沾上 这个地方 黑棋又面临选择 外面现在还是非常薄 是沾上 还是往上长一个补棋 往上长一个的话 这颗子就连回了 但是旁边还有断点 白棋往前一爬 这个地方 黑棋先不用着急补断 可以先往上逼住 反攻白棋 等白棋往外出头的时候 黑棋顺势虎一个补断 然后把这里 全部补上 这块棋也就暂时安定了 白棋拆边 黑棋就在上方拆边 也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结果 实战 黑棋站在外面 这里比较厚 但是上面这颗子 还没有完全连回 接下来白棋三路爬 黑棋又面临选择了 黑棋要是长一个 外面可以走后 然后把白棋封锁 但是还是有薄位 以后这里有断点 包括上面这颗子 还是会被分断 实战 黑棋干脆选择顶住 那白棋就往左边安定 这里白棋并没有选择 打吃完之后再拆边 这样的话 黑棋的这个断点顺势也就补上了 实战 白棋拆二 不过以后黑棋长一个 包括再往前一长 都是先手 白棋左边弃紧 这里冲断还是存在 白棋还要继续补 实战 黑棋往上逼住 这个时候如果说 白棋在脚上安定的话 会落一个后手 那黑棋扳完之后可以拆边 实战 白棋 靠压完之后再一长 还是想对左边这一块 黑棋造成威胁 但是上面的空还是有些损 黑棋长一个 瞄着这里的冲断 然后白棋往旁边一次 这里黑棋直接补断的话 效率就非常低了 黑棋可以考虑往脚上一飞 白棋断 黑棋在脚上做活 不过这样下 白棋可以在上方先动手 压完之后 再往上点刺 这样的话 黑棋的根据地就被破坏了 实战 黑棋长完之后 白棋沾 然后黑棋抢先 在上方补棋 那这样的话 白棋可以往脚上单背一手 这个木树还是非常便宜 而且脚上这块棋 也就暂时安定了 那白棋补一手的话 黑棋左边这两颗子就轻了 所以说黑棋可以脱先走其他地方 实战 白棋往上一点 把这里连成一片 黑棋往右边点刺 瞄着白棋的保位 虽然说黑棋自身 这里的联络也会存在一个问题 如果说白棋冲断的话 黑棋可以往这碰一个 然后寻求转换 白棋断 黑棋打持 接下来 白棋往上一穿 但是右边这块棋 白棋也被碰伤了 实战 白棋往前一压 继续把这里走后 那白棋不在上方动手的话 黑棋可以拐住 右边定型的话 黑棋暂时也不怕 实战 黑棋搬住 继续在这里定型 接下来都是常规的走法 然后黑棋打持完之后 往脚上一爬 因为这里被白棋先手打持 那黑棋肯定不能接受 黑棋拐住 白棋断打完之后 再往外打持 黑棋单长 然后白棋连续往前一压 再往上一冲 这个地方 黑棋暂时也不用补齐 可以先在中间定型 因为上面这一块 黑棋的死活肯定是不成问题 白棋要是缩小掩位 黑棋爬完之后 再往左边一冲 白棋顶住 以后黑棋往上挡住 这里还是可以做活 实战 黑棋搬住 白棋断 黑棋要是直接打持 穿下去 肯定是不划算 被白棋往左边一穿 那这死克子就要死掉了 所以说黑棋二路打持 然后抢一个先手 再往中间一场 接下来 白棋可以选择 整体进攻 黑棋这一块 因为白棋周围还是比较厚 可以往旁边压 打持 然后再往中间照住 这样下白棋也是非常主动 实战白棋 先往上分段黑棋 黑棋刮脚 这个地方 黑棋拐住也是非常厚实一手 因为白棋周围都非常厚了 黑棋这两颗子 继续逃跑的话 只会越走越重 所以说也可以看轻 直接选择棋子 然后抢一个牵手 点三三 黑棋也还不错 实战 黑棋挂脚 那白棋靠压出头 照应上方这三颗子 黑棋贴住 然后白棋单长 这里白棋断的话 黑棋完全不用担心 往脚上一长 白棋要是贴住 那黑棋打持 这颗子就死掉了 白棋要是二路利 那黑棋 就往脚上活棋 那之后跑出这样的颗子 这样的话 白棋两块棋都没有安定 那还是 黑棋更加好下一些 实战 白棋往前一长 然后黑棋冲完之后 再往脚上一长 那这里如果说白棋挡住的话 那黑棋直接就搬死这三颗子 至于下方这一块 反正白棋一手棋 也不能完全威胁到黑棋 实战白棋拐住 黑棋断完之后 在这里作战 那接下来 黑棋气已经尝出来了 那如果说继续扳住的话 肯定会落一个后手 白棋中间就暂时不用补齐了 而且白棋在右边 有一个妙手 就是往这碰一个 可以紧住黑棋的气 黑棋马上就要补齐 然后白棋可以直接补掉 这里的冲断 至于中间这个断点 白棋也不怕 打吃完之后 直接穿出去就行了 所以说黑棋抢先往脚上一长 这样的话 白棋这块棋还没有安定 跳出 黑棋再往前一长 就形成双方互跑的一个局面 然后白棋搬住 黑棋再往前一长 白棋再往上一压 这里黑棋直接搬住的话 还是有些着急了 应该先往脚上一搬 因为白棋也来不及 在左边动手 脚上这一块 还没有活棋 白棋搬下来 再往外逃跑的话 黑棋再搬住也不迟 那白棋在这还要继续补齐 实战黑棋直接搬住 这样的话 白棋就可以往脚上搬 这里白棋连搬 黑棋断打完之后 再往上打持 白棋沾上 黑棋右边还有断点要补 那白棋就往下方切断 这样的话 虽然说黑棋二路爬 以后再往脚上补一手 可以吃住这三克子 但是白棋外面也就全部安定 实战白棋往这儿虎一个 这个地方 黑棋选择往脚上搬 因为如果说在外面封锁的话 想杀这块白棋是相当困难的 首先白棋往外还可以出头 然后右边碰一个 这里的眼位也是非常丰富 所以说黑棋先往脚上搬 白棋反搬 黑棋断打完之后提掉 白棋沾上 之后黑棋打持补一手 这个地方可能黑棋 还是往这儿跳一个比较好 会影响到白棋的眼位 实战黑棋打持 然后白棋在下方断打 完之后再一打 这个都是白棋的权利 然后再往左边一飞 瞄着黑棋中间这个断点 黑棋补断 然后白棋再往下方一飞 那白棋大龙已经火起了 实战黑棋二路点完之后 再往旁边靠住 白棋扮完之后打持 黑棋断打 白棋提掉 黑棋再一打 这个地方白棋直接沾上就可以了 那黑棋站白棋打持 直接做活 那接下来主要就看中间这一带的定型了 那这个地方黑棋还是应该选择点刺完之后 简单打消白棋的空 这样的话还可以拼一拼收关 实战黑棋就非常过分了 直接往这一碰 那想在白棋的空里面出棋 白棋也没有直接在这补棋 而是直接往左边照住 那这一手棋非常狠 想要大吃黑棋 那接下来就看 黑棋能不能在右边出棋了 实战黑棋扳住 白棋顶住 黑棋往旁边补一手 然后白棋跳刺 补断的同时 威胁黑棋的断点 接下来黑棋先断一个 再往右边打持 扑完之后再一打收棋 然后先手一虎补断 白棋顶住 黑棋再沾上 这样的话 在右上角就形成对杀 接下来白棋先往上方做野 那黑棋爬一个缩小眼位 白棋拐住 之后如果说黑棋往这团住的话 那白棋可以往脚上拐住 再往上做野 黑棋要是一路斑破野 那白棋就往旁边顶住破野 那这样形成对杀的话 那很明显黑棋不行 始战 黑棋往前一冲 然后白棋单长 黑棋再往这团住 白棋还是往脚上拐住 黑棋要是一路斑 白棋还是先往这做野 黑棋要是直接做野的话 肯定是行不通 白棋往上做野 那就直接活棋了 黑棋这块棋也跑不出去 往前冲一个白棋破野 黑棋再往前一尝 白棋再往前贴住 黑棋还是不行 始战 黑棋往前一冲 然后白棋打持 黑棋先手一尝 再往上方做野 最终走到白棋破野的时候 黑棋就认输了 首先黑棋的大龙跑不出去 也不能做活 黑棋要是继续走下去的话 往右边一提 白棋直接沾上补一手 脚上已经活棋了 那黑棋全盘的目数肯定是不够 好 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就给棋友们带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的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